再来我看到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赵建民和父亲赵玉柱 因为涉及了台开内线交易案 分别被判处三年八个月 四年有期徒刑定业 赵建民在上个月底获准假释出狱之后 赵玉柱在当时也提出了假释申请 发布绞证署在三号核准 今天傍晚赵玉柱正式不出名的外议间 面对记者询问 他直说自己很高兴 满头白发穿着短袖短裤 前总统陈水扁亲家赵玉柱终于不出名德外议监狱 五点多看到那个新闻的 你也是看到新闻的通知才知道的 就很高兴谢谢 那妈妈有准备什么东西要来等爸爸回来的 就就是一样住假面线 罚警例行搜身 赵玉柱急忙双手评拒 当年涉入台开股票内线交易案 入监服刑超过两年五个月后 赵玉柱申请假释终于获准 小长今天可以顺利重序的心情如何 重获自由直呼开心 赵玉柱大儿子 其日扁家驸马爷赵建民 当年同样因为台开案入狱 上个月21号提前父亲移步出狱 20年前的第一亲家终于合家团圆 但陈水扁独自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陈志忠 却才因为涉及洗钱案 遭判刑一年定验 将面临解职 5月11号报道入监 对比却是两样情 记者南部综合不到 5月11号报道入监